对不对 两个 然后看起来像旧纸 好 那这已经是最低倍 我看我试着 这个 这边应该是有裂痕 所以看起来是这个样 我拿了一盒 看它有没有比较好 这个是低级级 哦 这个更不好 好 算了 好 我们用透视的 好 呃 层齿 用磨片的 好 那看到比较灰色的区域 灰色的区域 这边就是enamel 然后这边比较一丝一丝的这个区域 从这个地方到这边 这边就是dentine的位置 好 那这边一丝一丝的就是dentine tube 好 牙齿之小管 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这边好了 那这边刚好是一个交界 好 就是enamel跟cementum的交界 好 OK 好 那这以下薄薄的 好 这个cementum 扣在这个coat 在这个牙齿的外围 好 这边是斜切切切到了 好 这边cementum就没有看到了 好 这边 这边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这个intergroup 叫什么 granular layer space 那个应该叫什么 叫tansiclete tansiclete 这个granular layer of thomas ok 好 到这边才看出一点cementum的位置 所以tansiclete一直在这边 好 一直下去 一直这边下来 好 这边是露出来 就露出来的cementum的位置 cementum ok 好 那这个中间这个 中间这边有个大腔 对不对 这边就是dentine cavity 就是 或者叫dentine cavity也可以 叫牙髓腔 那个牙髓腔里面 这时候是空的 那在我们 我们的嘴巴里面 那个原生尺的话 这里面是填充了一些牙髓 就是一些结地组织啊 神经啊 水管等等 好 那再过来就是 这边应该有个管道 慢慢比较窄 窄不下来以后 在牙齿的最下端 有个开口 那这个开口 我们就称为顶口 apical fulumen 那这边就是有什么 血管神经 等等 进出的地方 进到我们的牙髓里面的 ok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大概的构造 那现在我们就来细看一下 那个enamo 有哪些构造 好 那首先 可以看到这边是enamo 跟dentino dentino dentino的交界 那我们看enamo 在这个低背下 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至少看到几个构造 至少应该有四个构造 那这边我们先看 好 那这比较横的 横走的 这些比较横走的 这个叫什么enamo road 牙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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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幼感 是吧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瑞士线 好 有点像它的生长线一样 瑞士线 然后 line of races ok 好 那再来就是像这个 这个盖化不全的 这些一些 看起来像火焰状的 这叫enamo toft 好 这边应该也有 好 像这个 有没有火焰状一样 enamo toft ok 好 然后还有像这个 有没有一根一根的 这个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再高杯 等一下 好 从这边 好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就是enamo spindle enamo spindle 它就是dentino tubular 生进到enamo的 的构造 好 像这个也是 对不对 enamo spindle ok 好 所以这边 都可以看到了 toft road 然后瑞士线 然后spindle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enamo 的构造 好 再来看dentine 那么dentine 除了看到这一丝一丝的dentino tubular 之外 在靠近enamo 就靠近dentine的外围 可以看到也是盖化不全的一些构造 那这个古俊老师常常形容它是什么 破碎的玻璃的样子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就是小球间隙 对不对 inter global space 小球间隙 好 我们放高杯看 会更清楚 有没有 好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小球间隙 小球间隙 ok 好 有啊 这边都是 就是盖化不全的 dentine 好 好 是比较靠近 比较靠近这个enamo ok 在这个区域 好 dentine很多 好 那dentine 还有就是在什么 dentine跟 跟这个sementine之间的 ok ok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些小黑点 小黑点 好 这个是什么 就是汤式颗粒层 汤式颗粒层 好 那它也是盖化不全的 一个构造 汤式颗粒层 好 这边就是dentine 有没有 ok 好 那这边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sementine sementine 那sementine 大概分二分之一 上二分之一是没有细胞的 好 那大概下面 比较会有细胞 所以称为 cellular cementine 好 上面上半部 就是non-cellular cementine 好 那这个sementine 就跟 有跟骨骼 一个细胞很像 好 这边是没有膜症 好 所以这边都是汤式颗粒层 好 那sementine 就是外面 一点点 好 这边不明显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好 这边才是 好 像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像一个 像另外一种 像什么细胞 好像骨细胞吗 对不对 奥斯蒂尔塞 这边标写奥斯蒂尔塞 标写sementine ok 好 那它也是有 有所谓的 因为是磨片 所以 所以有 肌物都被磨掉了 只剩下五肌股胞 那这个 Cementine 所在的这个空间 我们一样 叫Nakuna 那它生出来的 在活的状态下 它生出来的 cell process 所行走的这个路径 就是Canalicule 就是Canalicule 好 这个 跟骨 骨细胞很像 刚才Odontoblast 跟什么 Osteoblast 很像 好 好 所以这边就是 好 这边怎么问 就怎么答 也许问你细胞名称 要写sementine 如果问你构造名称 就写 Nakuna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边也还是有 对不对 还是有这个sementine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你看它的Canalicule 很长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层齿 层齿 好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 嗯 喔 还没有 口交来没结束 好 我们看这个舌头 有四种舌头图 那我们只 只看一种 好 帮我看看 好 这一种 好 它位在舌头的后三分之一 好 形成一个V字形 对不对 好 好 这个就叫轮廓状五途 好 好 那它 那这个 这个我们叫trench 或者叫cliffe 好 叫 叫 circular furrow 都可以 好 它就是像一个护尘盒一样 好 因为这是切片 如果我们实体看的话 就像一个护尘盒 好 那个就 这个就叫 環状钩啦 或者叫一个裂锡啊 或者叫什么 OK 好 这个就是 整个构造就是 轮廓 乳 乳 骨疼 那它有1级骨 骨疼 有2级 有3级 好 这个知道就好了 好 OK 好 再来就是 它的周围 面对着这个trench 的周围 会有这个 所谓的 感觉 气氓 感觉的构造 就是 吃这个 味觉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就是有所谓的味蕾 在它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 这些也是一种 minor sliver gland 小拓液性的一种 它叫Bond-Epples gland 它是属于Pure的Ceros type 在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是属于Milks type 这边就叫Lingal gland 就是舌线 这边叫佛式线 可以看到佛式线的管道 它如果有产生的唾液 就会经过这个唾液 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出来 然后这边可以把一些 我们吃进来的东西 脏东西把它冲掉 然后让味觉 味蕾可以充分的感光 不是感光 充分的感觉 一些味道 好那这个味蕾 味蕾的构造我们就看一下 好那这边倒过来 因为这边是枪面 所以这边是胃蕾孔 Testopole 好那在这边会有三种细胞 那胃在肌部的 比较圆的 比较圆比较小的 这些细胞就叫Basal cell 一样 那再来就是比较圆的 比较染色比较淡的 这个叫Sensory cell 是不是 OK就感觉 感觉这些味道的 好再来这个比较深染的 这个比较深染的 又比较比较稍微扁平 椭圆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 Supporting cell Supporting cell 好最高背看一下 好这边就是 Basal cell Basal cell Supporting cell Sensory cell OK 好 好 你们书上这边还写什么cell 叫什么cell 没有 没有就是Sensory cell 是吗 OK好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舌头 好 你看这个 这个 它的输送管道 有没有 也是覆尘 好 这边看起来立方 慢慢会变得很负别 然后到这个地方 跟它match